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读末月读榜》 这本大家读最久啊,是你丢杯 我是爱丽丝 爱丽丝又到了我最喜欢的十月了 两个年假,爽放十二天,又可以放空了 你最喜欢鬼月啊,因为很多你的好朋友都来啦 鬼门关了,你才赶快回去嘞 不要乱讲话啦 好啦,还是要来介绍一下这次阅读榜上鬼月限定的恐怖小说 今年鬼月四位作者和写的作品《七月》 就是限定鬼月贩售的电子书 四个短片都是超级应景的消暑书籍 哦,这个,我现在已经觉得背后凉凉的,不用再消暑了啦 现实是残酷的,鬼月限定小说现在小马也买不到啦 不过你可以考虑读一下这次榜上史蒂芬金的四季 就跟你说我背后已经很凉了,你还给我推恐怖大师的小说哦 先别急着发抖啦,《四季》可是史蒂芬金小数没有那么恐怖的作品 也没有超自然的元素,《四季》中篇小说里有三个都已经改编成电影 其中一部就是之前重新上映,票房还很不错的《四季》1995 什么?《四季》1995这部电影超经典的耶 居然也是恐怖大师的作品,那好像也没那么恐怖啊 《四季》的故事没有超自然的妖魔鬼怪 反而把焦点摆在描写人性 总共有春、夏、秋、冬四个故事 主宰有年轻有为的银行家 却因为涉嫌杀害出轨的妻子 被判了好几个无奇之心 还有内心存在黑暗面的自幽少年对上前纳策军官 有因为谋杀案新闻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和玩伴一起寻找朋友尸体的事件 还有备受歧视的未婚妈妈 出了车祸、伸手、益处、淡处还有呼吸 史蒂芬金除了是恐怖大师也是说故事大王 从这么多元的角色设定里 我们可以读到和自己相同又相译的人性 嗯,听起来没有推理小说那么骚脑也没那么恐怖 蛮平易进人的嘛 要说骚脑的话每次入读版都不会让人失望啊 前阵子我们的推理马拉松就有满满的推理书上榜 东野归吾的经典显疑犯X的现身重新上架 让读者可以回味侦探且利略物理学家汤川学 一系列接受刑警朋友委托用科学找真相的事件 是说这些侦探啊 真的是为表看似平凡 智慧却过于常人耶 你是说像你这种常人吗 你也是这种常人好吗 好啦,但这次榜上还有第十八届台湾推理作家协会真文奖作品集 侦探在菜市场里迷了路 集结五篇绝顺作品 里面的侦探就不像是汤川学或是富人摩斯的天才 很可能就是会被太太使唤去买菜的大叔啊 嗯,会迷路的侦探 听起来都跟你很像啊 我只是不能在麻瓜面前施展魔法好吗 这次榜上还有不太像一般推理小说 带一点新小说感的作品 像上次我们介绍的虚构推理 还有地狱幽暗义无花系列都是哦 哦,跟一般新小说比起来 这几本的书名都短了点耶 不过地狱幽暗义无花怎么有点文言文啊 这本书的故事主角 一位是没有工作、学籍 也没有地方住的绝望少年 另外一位是绝世美少年 他们起合作大客服务业 把逃过法律制裁 或是没被发现 没有悔意的犯罪者 通通送进地狱里 嗯,所以是米虫少年跟花美兰 代替法律来惩罚你 所以说人真的是不能做坏事哦 你是在说给自己听吗 我是在提醒你好吗 懒得跟你说 我过几天就要去拓展生命经验 不跟你计较了 你又要出去玩吗 就跟你说我是要拓展生命经验 我可是要跟着第一任文化部长 龙映台的路线去屏东呢 你什么时候走在这么前面了 龙映台的《大午山下》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 他在2017年搬到屏东潮州镇 开始乡村生活 这本作品也等于是在屏东酝酿出来的 故事主角是一位身心俱疲的作家 他回到乡间碰上一位失踪少女的灵魂 还有一件成功半世纪的杀人案 哎呀,怎么感觉有黑幕 那我还要继续看吗 奇怪,你都要出去玩了 还没有看这本书吗 哎呀,你也知道我讲求效率啊 当然是边玩边看最省事啊 哎呀,不要讲这个了啦 赶快介绍一下书啊 好啦,这次的读榜上还有一本 《宋氏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 它不是锐读榜常见的小说 但读起来就像小说一样看尽各种人生 作者张荣写过红 《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写的是外婆、母亲和她自己的传记 从裹小脚到文化大革命 写出历史也反映她们自己的人生 她也和丈夫和写毛泽东显为人知的故事 但当然啦,这两本书在中国都被禁止出版 哦,这样感觉张荣好像很会写大时代里的人物耶 没错,张荣也写过慈禧 不过她的观点和我们小时候读得不太一样 慈禧不只是垂帘干正 心狠手辣的太后 其实她也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推手 这一次宋氏三姐妹与她们的丈夫写的是宋家三姐妹 宋矮玲、宋庆玲和宋美玲 大家都说宋矮玲爱钱、宋庆玲爱国、宋美玲爱权 偷偷跟你说,我只知道宋美玲是蒋夫人 其他... 我只知道她们名字好像都很难写 你怎么有摆出重点啊 宋矮玲嫁给曾经担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孔强熙 宋庆玲嫁给孙中山 宋美玲则是大家都知道的蒋中正夫人 这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简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 嗯,她们的人生就像是历史课本哦 不只这样,这本书还呈现了历史课本以外的观点和故事 张荣自己就在积蓄里写道 中国现代史被篡改百年早就应该重新书写 他也说毛泽东、慈禧传记和这本宋氏三姐妹与她们的丈夫合起来 就像她的中国现代史及其核心人物三部曲 哇,写道三部曲?这样我要看好久哦 但是这些历史故事里可能就有你最爱的八卦啊 像孙中山可能不是神圣的国父 而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凡人 甚至可能还有点渣男 他追求过宋矮玲 但宋矮玲嫁给孔强熙之后 他又爱上了宋庆玲 但他其实追求宋家姐妹之前 就已经有原配卢木正和三个小孩了 什么? 这种男女纠葛的八卦我最喜欢了 这次阅读榜有恐怖大师男的不恐怖的小说 天才和凡人侦探的推理 还有宋家三姐妹用人生写历史的故事 赶快来追一下阅读进度吧 除了是读买书 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那么读末月读榜 这本大家读最久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爱丽丝 你有发现我们读者最近都很爱在脸书社团赛书配美食吗? 不只是最近吧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啦 上个月我们的热读侦探社活动 读书不就有中理吃炸鸡吗? 是说除了炸鸡 我觉得读书本能应该也不错吃 应该是A5和牛等级 对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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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али 我可以示器 这个你的味道 但是 nose 我就喂 我可以去 不要